另外再带您看到凤林镇公所17日下午在万里西桥右侧提案 举行109年防汛抢险演习 而这个演习过程相当逼真 镇长萧文龙表示希望能够借由演练的过程 在这个灾害发生时能够降低台风期间所造成的灾害 防汛期间将至凤林镇公所积极演练相关的紧急救难 凤林镇公所在17日的下午在万里西桥进行防汛演练 这一次总共邀请了各个相关单位300人投入演练 由镇长萧文龙担任指挥官并且要求参演的单位 能够确实演练相关项目 在台风期间让公所人员的救灾救援的能力提升 这一次的演习那么多次来最次表现得最好 但是我讲好不一定有效 还要看我们各位委员的评比他们的评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我们委员 恭喜委员我们水利科张科长来跟我们大家讲评一下 凤林镇公所希望职员的救灾能力可以在演练过程当中有所提升 镇长萧文龙也非常感谢相关单位的参与演练 希望借由防汛演练能够为公所人员加强救灾救难的能力 减少乡亲生命财产的损失 记者林杰凤林镇 采判报导